王女士住在嘉兴灵塘路上的荣盛乡运明院小区 房子在顶楼 其实去年她就打过我们热线 当时是儿子卧室的墙面渗水 报修后等了一个月 也不见人来维修 王女士后来自己找人修了 可找不到人报销一千块钱维修费 上次采访是在去年11月 说是直到今年一月份左右 开发商终于报销了那一千块钱 可没过多久 儿子的房间又漏水了 这次是另一个位置 曾经过来商量 我们看见这个屋顶 这边就漏水了 一直漏到下面 你看这些都是成就的 然后我呢就是报物业了 物业后来大概也报地财 因为它有七年的那个维修期 地财上也来人 来人看了以后说 带到屋顶看了以后说要修 但是一直说四月份修 五月份修一直没来 卧室的墙面有很大一片水渍 有些地方的墙壁已经翘起发霉 王女士把床搬开了 她说春节那会儿拍过照片 当时的渗水面积只有现在的一半 就因为开发商不来修越漏越严重 而且这次她不打算再自己找人修了 毕竟之前报销就拖了那么久 太折腾 6月16号终于有人来了 可雨水也来了 还来得很猛烈 往后我还感动 哎呦没一句就快到了 他们可能扎进维修吧 还很感动 结果我们到21号的时候 因为我儿子也不在嘛 他回家一看 这一大笔全是湿了 到屋顶一看 就是把他那个屋顶拉开了以后 打开了以后也没修好 这个水然后就这两天嘛 越漏越大 我很无奈啊 来到屋顶地面上被挖开了一条坑 两米多长 20厘米宽 30厘米深 因为连日降雨 坑里积满了水 再找到小区物业 物业经理不在 谁来负责修这个房子 地产 地产施工方 那你们物业是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 我用这些物业这边呢 就是一个就是沟通协调吧 就是就是因为业主这边联系 这个地产这边可能就是不太方便 他说2月份的时候 他已经报过一次了 但是6月份才来进行一个施工 为什么中间会隔了这么久呢 6月份我才过来这个项目上 所以说这个我知道了这个情况之后呢 这个就是已经在推进这个维修人员来维修了 应该是上上个星期吧 嗯 就是把楼顶进行了一个开凿之后 就是找根源开凿了之后嘛 嗯 开凿之后这个维修师傅呢 就是说先发刷一层这个防水 然后过雨天过雨之后看一下 然后就接着就就连续下了这么长时间的雨 这个下雨过程中呢 他又不能施工 那这个损失应该谁来承担呢 这个后面我们也跟地产那边协调吧 具体的 我觉得还是等着这个维修啊 结束之后 确定不漏了之后 才能评估这个损失这一块东西 这个一插票 就是下地起 下地起漏点 他发现这个问题 我在住来想 现在这不漏了 现在也是就潮湿 王女士和许师傅商量好 等哪天不下雨了 会抓紧把防水问题处理好 1818黄金记者嘉兴报道